中国十一国庆即将到来 但以往国庆期间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灯光秀表演 而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今年由于电力供应吃紧 广东省广州市决定十一国庆期间不安排灯光秀表演 甚至连警官赵明也限缩亮灯时间 宣布实施平日关灯周末节日亮灯的节能措施 代表周一到周四以及周日路边的警官赵明都不会开灯 每周五六则是缩短亮灯时间和范围 十一期间也取消了灯光秀 而在广州市之前 其实深圳也宣布取消了国庆的灯光秀 行道数照明也全数关闭 灯光夜景的部分则是每天减少半小时的亮灯时间 这样算下来整个深圳市能节省2.3万千瓦度的电 中国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限电不止严重影响民声 连北京也宣布限区停电 为了响应北京当局的要求 现在连中国国庆假期的灯光秀也接连取消 波及的层面越来越广